有各种行为的设计 高达11种 5号开放预定 而邮局10月4号才开始 启用时间也和其他管道不同 10月12号才开始领券 不可以找零 但是你不能拿着一千块 花十块钱叫老板店家找零 但店家基于自己的营业作为 他觉得我可以怎么样应用 我们尊重店家 就是可以定定一个规则吧 譬如说你拿两百面的来 你至少消费一百 不要找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做生意来讲 但找零问题 不存在于数位券绑定 消费多少刷多少 政府这次积极推动数位券 还开放家户一起申请 这个主绑人 然后比方说他绑了四个的话 这样就相当于有两万五千块 数位券更灵活 但股票罚单缴税 境外电商和礼券 一律不得使用五倍券 不过不同于去年 这次境内电商和外送开绿灯 前提是业者必须提供 在地商家和小农 上架广告或抽成优惠 各部会加码 也锁定数位券 总共八种 绑定数位五倍券 前四百万名 就可以获得五百元的好识券 各县市也提出加码 像是双北桃园 都有小面额县市专用券 台中台南不约儿童 最大奖抽房子 高雄则有面额五十元的券 方便餐饮使用 还有普发组 三县市直接发现金 行政院会通过 一千六百亿元追加预算 把钱放大希望全民踊跃消费 三县市有叫任何其谈到 焦麻鸡餐饮好了 菜色丰富的焦麻鸡便当 准备好给顾客外带 这样一个一百二十元 但五倍券即将上路 最小面额只到两百元 面临找零难题 有业者想出寄券方式 用一张五倍券慢慢扣 很方便啊 怎么说啊 就其实因为说真的 不能找零的话 其实放在这边 其实还是会用到 有些便当也不到两百块的面额 那我如果寄券的话 下次来再扣也蛮方便的 小吃店单价低 就怕五倍券看得到吃不到 用寄券免找零 吸引消费者把券用在三餐上 连手摇引都能寄 先付后扣 如同超商寄备方式 最快的方法就是他来这边 只要抱上他的手机号码 就跑出他上次寄多少在这边 他就可以直接折底 我觉得还不错 这样子至少可以刺激他下一次 再回来消费啊 找零就是个麻烦 如果能让他放在这边 我是觉得可以 锁定非单次消费 寄券妙招让顾客回流 夜市则是让五倍券面额再缩小 要吃一碗排骨酥面 拿两百元的五倍券付找钱麻烦 有上圈早就准备好五十元的夜市券 两百元可以换四张 用大券换小券 让小吃店都能赚 民众方便花 小林医生 林明大光顺女提不到 小林医生 小林医生 小林医生